由香港著名導演王家衛 指導的電視劇《繁花》熱播 令當代作家金玉成的小說《繁花》 繼2015年獲《矛盾文學》獎之後 再度掀起熱潮 金玉成20日出席香港書展講座 探討繁花中體現的上海性 和現代性的時候表示 在創作繁花的過程當中 文字給予他靈感 勾勒出上海的風貌 你作為寫作者 你突然發現 我的文字可以變成電影 變成電視劇 那你變成這個的話 不需要你的文本 不需要你的標點符號 不需要你的文采 甚至於你的漂亮的對話 或者樣式都沒有了 這都是變成一個立體的 一個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說我自己個人認為 像追求文字 語言 文體 這種樣式上的東西啊 它就短暫地 這個十年不到 一直到我寫這個繁花的時候 我突然像遇到了一個 我好多年沒有碰到的這麼一個問題 或者說有一種熱情嘛 我就說 為什麼剛才我說 我看見這段文字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這麼寫下去 隨著繁花持續走紅呢 不少人是踏上了上海文化的追尋之路 講座上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徐子東與金宇成對談 徐子東評價繁花為上海話 寫的最細密的事情小說 堪稱近二十年來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收穫之一 將座吸引了大批的讀者到場支持 散場的時候讀者不願離去 主辦方安排讀者分批排隊等待金宇成簽名